另外工作过劳也是重大的健康威胁 职工总会促进政府改善劳工法 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政策 推行职场心理健康计划 减少不合理的工作安排 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 人力资源公司抽样调查发现 我国67%的受访者都工作过劳 同比上升将近一成 职工总会也就是穆罕默阿里芬指出 必须关注员工的工作量 尤其是高压的行业 雇主也需要创造有充足休息量的工作环境 以及更健康更高效的工作文化 可是单靠雇主还不够 还需要员工和政府的合作 才能够改善我国的工作环境 员工的福祉和公司的生产力 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毕竟员工感到倦怠 会降低公司的生产力 进而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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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